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庆儿 自从跟了赵府三姑娘赵妍之后 温柔的生活一下子变了个样 虽然每天都必须早起晚睡 替赵妍准备早饭和宵夜 中午晚上还得替自己和雅琴输拦着两个丫鬟做饭 但毕竟比当粗食丫鬟的时候轻松多了 饭后闲来无事 又不用在赵妍面前伺候 就算偷懒打个盹也没人说他 打骂更是没挨过 即使有时还会受到别的丫鬟排挤 可那也是暗中流露的一种情绪 当面的嘲讽少得多了 至于雅琴和舒兰 由于吃多了她煮的饭菜 觉得过意不去 偶尔也会给她个笑脸 生活惬意多了 温柔的烦恼却没有减少 如何赚钱成了令她最为难的事情 而且一闲下来 日子如何打发 也让她颇为困惑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小单间里 没有书 没有娱乐 甚至没有人说话聊天 漫漫长夜 就只能躺在床上 听着窗外风吹竹叶 或是鱼打芭蕉的声音 想想逝去的亲人 想想生活在现代的日子 想想令她茫然的未来 常常想着想着 就多了一份莫名的怅然和无奈 唉 赚的钱都给了如花的娘 她身上连做小生意的本钱 都没留下几个 而且 每天替赵妍准备吃食 就已经够头痛苦恼的了 又要照顾她的胃口 又要常常翻尘初心 已经没有什么兴致 再去偷偷做吃食贩卖了 提心吊胆的不说 就算能卖出钱来 也不过是几个铜钱 她得凑多久 才能攒够一吊钱啊 不是她不够务食 好高务远 而是这点钱真的只是杯水车薪 解决不了她目前的实际困难 再说 当奴仆的都是穷人 没有天天照顾她生意 卖零嘴吃的道理 往后生意肯定会越来越难做的 于是温柔想了又想 想了再想 觉得赚钱的范围 还是不能拘泥在府内 得想办法向府外扩张 可是她偏偏没有什么好主意 只能日复一日的暗自犯愁 姐姐 你这些日子 怎么总是愁眉不展的 有什么烦心事吗 旁边小桓打亮了温柔几眼 拿茧子咔嚓一声 脚下一朵龙爪菊 递给温柔替她拿着 又去捡另一朵 这是早晨预备着 要给三姑娘插瓶用的花 每朵都得精挑细选 头痛赚钱的事呗 温柔无奈一笑 只剩四五天的日子了 再瞅不到钱 我家里的人 就只好和西北风去了 小桓是她在府内 唯一能说上两句话的人了 虽然把这些困难说给她听 她也未必能帮着自己 解决什么问题 但总比将话闷在心里 自己苦恼要好些 小桓果然也没什么主意 皱着眉想了半天 才陪着叹了一口气道 要是姐姐能出去就好了 出去 出去也没用 我一个女孩家 根本找不到能赚钱的活 不是温柔自卑 而是古代太重男轻女了 就连酒楼里的跑堂的小二 也是清一色的男性 女人除了在家 接点江西缝补的活 大概也只有卖身去勾篮 陪酒卖笑的 能攒下几个私房钱吧 不过第一点 她不会 第二点 她宁死不干 听我娘说 外头很多酒楼 都在招厨子呢 要是做的一手特色好菜 工钱给的可不少 小桓说着 又玩稀道 不过姐姐说的也是 大酒楼里不要女人掌勺 女人能掌勺的 都是自家开的小酒寺 夫妻店 小本生意混两个 辛苦检讨生活 我娘就常抱怨 但凡我爹要是还在 能出去做活 没准有一天 还能攒下钱来 替我赎身呢 赎身 多艰难的事啊 温柔伸手轻浮了 扶小桓的发道 你需要多少钱 才能赎身呢 小桓的毛子 一下子黯淡了下来 低头道 很多 很多是多少 总有个价吧 前几天 如花的娘来的时候 温柔已经绕着弯 问过自己的赎身价码 说是当初卖进府的时候 如花才十一岁 因她长得好看 照幅给了六两的身价银子 若是想赎身 还得看主家放不放人 至于是宽厚点 不要身价银子 直接放人 或是赵原价赎身 甚至是将当年的身价银子 涨上一二倍 交足了钱 才去赎身 那都要看主家的意思了 温柔估算着 赵府是不会直接放她走人的 原价赎身也不太可能 这样算下来 她起码得攒足十几两银子 才有自由的希望 当然 不用怕赵府不放人 她还没有受宠到这个地步 在这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里 区区几两银子 就能买断一个穷人的一生 赵府拿了她的赎身钱 照样可以从外头 买进二三个更年轻的小姑娘来 又何必扣着她不放 不过话说回来 十几两银子 对目前的她来说 也算是个贴文数字了 根本不知道要去哪儿赚 小桓犹豫了半天 才比出三个手指道 我当初的身价银子 是三两 因为我年纪太小 做不了什么活 要白养好几年 温柔虚出一口气 苦笑道 比我的身价银子少一些 但你年纪小 还能使唤上几年 想要赎身 男 还有我娘的 八两 小桓低下头 轻声道 本来她年纪大了 又成过轻 生过子 身价不值钱 不过她有厨艺傍身 老爷刚巧要找个 手艺不错的厨娘 因此给的身价银子较多 现在想要赎身 也难 指不定得要上几十两银子 府里才肯放人 十一两 你们两人的身价银子 就十一两了 这里的银子 远比铜钱值钱 虽说兑换比率 一般是一吊钱 换一两银子 可是真的拿银子去换 一吊半钱换一两 还有人抢着要 普通百姓 有的一辈子都没见过几次银子 小桓和刘嫂的身价银 要是兑换成铜钱 大概都能换出十六七吊钱来 温柔祈祷 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来卖身啊 这个问题涉及隐私了 若不是同小桓关系 非同一般的好 温柔还真问不出口 好在小桓也没拿他当外人看 只是头垂得更低了 乌叶道 当年我爹病了 请大夫吃药 把家里的钱全都填进去了 没有个看着他死的道理 除了卖身刀奴 我和我娘又有什么烦呢 只是没想到 花了这么些钱 爹的病也没好 最后剩的那几两银子 也只够给他买副宝壁棺材 小桓说着 声音越发哽咽起来 温柔叹了口气 默默拿出帕子替他抹泪 如果能够 他真的很想再次回到 曾经生活的现代 在那里 只要老老实实 勤勤恳恳地工作挣钱 总能养活自己 不像古代 一遇到天灾人祸 战乱伤病 穷人们就只剩下 卖身这一条路 仅仅是 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 为了有个欺身之锁 为了能照顾那些 就算想卖身 也因伤病或年老 没人要买的亲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两人默默对立了一会儿 忽然听见 院子外头一阵轻微的脚步响声 小环 小环慌忙抹了泪 拿着剪子 遮掩着继续去捡那菊花 温柔抬眼 看见从院子外头 走进来的是被雅琴和书兰这两个丫鬟 簇拥着的赵言 值得向她施了礼 问了安 怎么今儿姑娘都请安来了 插瓶的花还没预备好 雅琴不悦地瞅了小环一眼 忽然发现她神情不对 立刻扬声道 你哭了 姑娘打你还是骂你了 大清早的哭什么 晦气 小环低下头 说不出话了 温柔见雅琴 似有不霸之意 连忙替小环掩饰道 她方才收拾花木 没留神掐死了一条毛虫 吓哭了 我正在这劝她呢 走吧 赵言倒不在意 扶着扶裙子 往屋内走 看你这胆 雅琴信了温柔的话 没多计较 随着赵言走了两步 忽又回过头道 一会儿将手洗净了 再来拿花插瓶 嗯 毛虫 想想就怪恶心的 眼见他们走开 温柔轻轻拍小环的尖道 别想伤心事了 先干活吧 啊 说完 她也跟进了屋 要替赵言预备茶食 就在温柔往船河里摆放国谱点心的道 小环抱着树枝龙爪橘进来了 她仔仔细细地将花插在暗基上的五彩花鸟文凭里 又准备顺手将换下来的残花捧出去 不过还没跨出门槛 就听见赵言换住她道 接儿这菊花开得不错 你送些去老爷夫人那里 小环答应了要走 赵言又接着道 等等 如花把你昨天做的那个幸福蜂蜜蛋糕拿一些让小环带去给夫人 她爱吃甜食 温柔没想到赵言居然想到了这茶 为难道 那个蛋糕割不久 我没敢多做 若是要的话 还得现做 那就让小环等等 你做好了 再让她带过去 赵言说着 又转头嘱咐舒兰 把她的琴取出来 不再理会两人 温柔和小环答应一声 一同从屋内走了出来 两人面面相聚了一会儿 都轻轻笑了 温柔走到茶水间才出声道 都怪我 没事给自己找别扭 做什么蛋糕 说起来 她目前条件简陋 没有烤箱 蛋糕只能用蒸的法子来做 好在口感虽有差异 但大体味道还是八九不离十 只是这地方奶油不好弄 她只能在蛋糕上 加点别的配料 点准一下 聊胜于无 小环见她一边抱怨 一边忙碌 不禁笑道 其实 姐姐 我还真羡慕你 羡慕我 有什么好羡慕的 温柔叹口气 不都是一样在挨苦日子吗 你会做的不少吃食 我娘都不会 我也没见过别人会 小环寻了条板凳坐下 拖着塞 若有所思道 若是你是个男儿身就好了 外头酒楼里 指定抢着要你这个人 我听说那些手艺高明的厨子 做菜都不许人看的 生怕自己的看家本事让人学了 可见 会做起一样寻常人不会的菜羊 是多么难得的事了 嗯 温柔听她这么一说 脑中似乎隐隐约约想到点什么 可是等她细想 又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觉停下了正在打发蛋清的手 站在那里出起神来 姐姐 你怎么了 小环见她发呆 诧异地伸手轻推了她两下 温柔回过神来 急忙催她道 你方才说的那段话 再说一遍 什么话 说你是个男儿身就好了 不 不是这个 是下一段 小环纳闷地将整段话 再次复述了一次 就见温柔站在那里侧耳 仔细听 猛然间跳了起来 大力拍着她的肩膀欢呼出声道 我想到了 想到了 小环见状连忙对着她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苦着脸揉着自己被拍痛的肩膀道 你想到了什么呀 吓我一跳 我想到赚钱的办法了 温柔压低声音 从牙缝里 一个一个地往外挤字 见她说的这样神秘 小环倒被惹起了好奇心 身子前探凑过耳问道 什么办法 卖石丹 温柔声音更低了 还是从嘴里缓缓地往外蹦字 卖石丹 小环直起身子 皱皱眉道 有人买吗 再说 我们又出不了府 喂 不要泼我冷水 温柔轻推了小环一下 沮丧道 若是 照你方才说的 会几样寻常人不会的菜肴 是难得的事 那我的食单 就一定卖得出去 只是 我们真的出不了府 对呀 小环无奈地撇撇嘴道 要是会写字 还能托人去买 若是口传 既差了什么食材或是佐料 味道就差多了 写字 温柔又激动了 使劲眨着眼道 这个我会 不过话刚说完 他就想起 自己会写的只是简体字 估计这里没人能看懂 何况毛笔是什么玩意儿啊 那是老古董 起码 他这个新时代的知识女性 不会用毛笔写字 再说 自从他学会了使用电脑之后 连字都很少写 那一笔潦草之极的温体字 连他自己有事都看不懂 就别指望 这里有什么天才 能认得了 认真算起来 他其实跟文盲 也差不多 倒是小环 乍一听说温柔会写字 那眼正的都快赶上张飞了 嘴张的老大 半天蹦出一句 真的 假的 温柔苦着脸道 哄你呢 我不会 我就说嘛 小环大人枪地伸出食指 为点起脚 在温柔额头上重重一推道 咱们这种身份的人 哪能会写字呢 能认全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 唉 温柔 长叹了一口气 空欢喜一场啊 他又端起碗来 继续打发蛋清去了 不过 到底没有死心 心里还在琢磨着 是不是 该等如花的娘 下回来拿钱时 拼着面地让他备食丹 然后出去卖呢 不 不行 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花的娘 看上去性子怯弱 即使能让他备下食丹来 估计他也没啥能耐去卖 说不定被某些无良的酒楼掌柜 树眼哄骗恐吓一下 他就三钱不止两钱的将食丹给卖了 这不行 他现在就指着脑子里头 搁的这些食丹 本向富裕小康的新生活呢 何况前天月钱发了 是照上个月算的 那时他还是个粗屎丫鬟 只拿到了一百钱 他买了些生活必需品 花了三十文 现在全身上下所有的钱加起来 一共也就一百二十五文钱 不够温家三口吃两天 等如花的娘慢慢备下食丹 再慢慢的将食丹卖了 估计再多三个温钢 都被他饿死了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沁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上